许多信徒不断地过着焦急挂虑的生活 有的竟烦恼得可怜 如何能在日常忙乱的生活中得到完全的安息 是一个值得知道的秘诀 让我们先看 挂虑究竟有什么用处 挂虑从来没有使谁强壮过 从来没有使谁遵行神旨过 也从来没有使谁逃出困难过 挂虑只会损害有用的生命 美丽的生命 焦急 挂虑 担忧 都是我们的主所绝对禁止的 主说 不要忧虑 吃什么 穿什么 主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们用不着预先思想 我们的生活可以毫无计划 别人 别人早已经知道了 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挂虑 卸给神 因为他说 反劳苦 担中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烦恼 挂虑 猜疑 不幸 都是信徒 最大的弱点 我们究竟能不能从他们得到什么呢 他们不是尝试我们失去活动的机会吗 他们不是尝试我们失去智慧的果断吗 许多时候 我们远可以依靠信心漂浮的 却因为自己挣扎的缘故 反而沉下去了 我们多么需要安静的能力 我们当安静 当知道耶和华是神 以色列的圣者 不能不保护拯救他自己的子民 他的每一句话 都是有效力的 高山可以挪开 天地可以废去 他的话却不能废去 他值得我们信任 也应得我们的信任 我的魂啊 归来吧 归来安息吧 归来 倒在主的怀里吧 龙 就是 但若可以 让他们 combators 感谢观看